多好朋友你们好 下面呢我们进入第二部分 投资管理这个专题 那么在这个专题部分呢 我们要介绍四章的内容 我们教材第四章到第八章 都是属于投资管理的相关的内容 从考试来看 因为产物管理最核心的内容 就是投资和筹资 所以我们的四章啊 应该从以往的考试来看 客观题主观题 都有很多可出题的考点 那么下面我们就分章来介绍 首先我们看第四章资本成本 资本成本呢 我们指的是投资人要求的必要报告率 那么在这一章呢 我们实际上是希望大家 从四个方面的这个考点来把握它 一个就是资本成本的含义 以及影响因素 那么资本成本我们刚才也强调 它是投资人要求的必要报告率 可以说是一个投资资本的机会成本 比如说我们从投资来说啊 比如说你投资一个项目 你不能光考虑这个项目 它未来就是可以产生利润了 是吧有回报了 你还得考虑啊 就是说你这个投资本身 它是有什么呀 它是有代价的 就是说这个资金 如果我要是不投你这个项目 投到其他项目 本来有一个最起码 可以不到一个回报 所以你必须要把这块呢 作为你这个投资资本的一个机会成本 或者说投资项目的取舍率 只有当你投资项目的收益率超过了资本成本 这个方案才是可行的 那么对于资本成本的概念呢 实际上可以从两个角度去界定 我们在就是教材上 它主要是从投资人的角度来界定 大家实际上也提到了 也可以从投资人的角度去考虑这个资本成本 因为如果我们可以这么去理解 就是说你要进行投资 那你投资需要资金的 那这个资金从哪来呢 那实际上就是你要考虑 你取得资本使用权的代价 所以从投资角度去界定的话 资本成本就是你取得资本使用权的代价 那我们取得资本使用权呢 实际上具体来说从投资人来考虑 那这个资本成本 它实际上呢是应该包含两块 一个是在筹集资金的过程中 所付的代价 在筹集开始时 对吧 我们要比如说要委托成销 我们要给人的这个有关成销机构支付佣金 是吧 也要支付一些手续费啊等等 像这些是属于筹集费用 是筹资开始时支付的 而对于这个资金的使用过程当中 所支付的这些费用 比如利息啊 鼓励啊 这资金的这个占用费或者使用费 那么如果从我们 特别是我们后面会谈到 如果是新发债券 是吧 或者新发股票 让你去考虑它的资本成本的时候 可能我们还要多考虑一块筹集费 那么这个筹集费啊 它在筹资开始时支付的 所以我们在 对于这个筹集费的处理 和这个对资金使用费的处理 是不太一样的 就是像利息啊 鼓励啊 它是在资金的使用过程当中支付的 所以这个使用费 它通常是和你的资金的使用时间的长短有关 就比如说我要是借了三年款 那我要支付三年的利息 对吧 比如说我们是发行的五年期债券 那我要支付五年的利息 而股票呢 没有到期日 那就是无限期的鼓励了 所以你要如果拿三年的利息 五年的利息 或者无限期的鼓励去做对比 就不可比了 所以实际上我们对于这个筹集费 和资金的使用费 在计算资本成本的时候 我们的处理的方式啊 筹集费通常作为筹资 开始时一次扣除 特别是新发债券的时候 它考试给了筹资费了 那我们就要把它作为筹资额的一个扣减 你考虑真正到好的钱 对吧 而对于这个使用费呢 因为它和使用时间长短有关 我们就固定时间长度 你别管它是三年的五年的还是无穷的 我们都考虑是年资本成本 所以考试只要不特指 让你算的是年的资本成本 那么我们对于资本成本呢 我们这本书应该说主要还是从投资人的角度去界定的 就是投资人要求的必要不好率 是吧 那么既然资本成本是投资人要求的必要不好率 那我们在以前也介绍过 必要不好率是等于无风险的收益率 再加上一个风险溢价率 那么无风险的收益率 那我们一般来说可以参照政府的这个 这个债券的利率 是吧 而且我们财务管理不特指的情况下 我们谈的无风险利率呢 是民意的无风险利率 那民意无风险利率呢 它是等于存利率 再加上一个通货膨胀补偿率 所以他考试如果告诉你说 我们通货膨胀预期要增加 那你这个无风险利率实际上是会提高的 相应的我们资本成本也会提高 对吧 另外呢 对于风险补偿呢 我们要考虑两个方面 因为不同的公司经营业务不同 它的资本结构也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对于 由于生产经营不确定性引起的这种风险 就是经营风险 我们要求有一块额外的补偿 就是经营风险溢价 而对于呢 由于负债筹资引起的这种风险 我们称为财务风险 对吧 那么对于财务风险额外的补偿 就是财务风险溢价 各个公司之所以资本成本不同 就是因为它的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不同 那我们再来复习第二个考点 就是债务资本成本的估计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大家需要对这个债务成本估计 要注意一些地方 首先呢我们谈到资本成本 我们前面已经谈到了 投资人要求的必要收益率 同样对于债务资本成本 那就是债权人要求的收益率 那么由于从投资人的角度考虑 我们说资本成本是投资人要求的必要不好率 那你就可以考虑投资人 他们把资金投到这个 比如说要买我的债券 也可以买我们的这个发行的股票 那他要投我的股票的话呢 股票没有到期还本之说 而且普通股也没有固定股利的约定 但他如果买的是我们这个公司发行的债券呢 债券有到期日 另外有约定好的利息 所以投资股票风险大 投资债券风险小 因此呢相应的投资人要求的额外的风险补偿呢 投资这个债券啊 要求的额外的风险补偿 就会比投资股票的额外的风险补偿要小一点 所以债务的资本成本是低于股权的资本成本的 是吧 那么在估计债务成本的时候呢 要注意三点 第一点就是说 我们要区分历史和未来 我们做投资决策 或者我们后面要做价值评估 比如说我们要收购一家企业是吧 或者我们要做一个长期的投资项目的投资决策 我们在考虑资本成本的时候 是要考虑未来的 是吧 所以是未来的介入的债务成本 而不是过去的 不是历史的 然后第二点 就因为我们这个债务啊 有可能会违约 对吧 就是债务人他有可能到期 不能够还稳复息 那有存在违约风险 由于存在违约的风险呢 期望的收益率要比承诺的收益率是低的 那我们真实的债务成本应该是期望收益 是吧 就是在客观题里面要需要大家注意的第二点 那第三点呢 就是区分长期和短期 因为短期的这个债务 其实我们在前面也预先都学了 就是有关报表 你像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里面大部分的流动负债是属于无息流动负债 是经营流动负债 是吧 那么金融流动负债也有 但是比较少 而且期限又比较短 所以一般来说在算资本的时候呢 我们通常就只考虑长期债务了 忽略这个短期负债 但是也要注意 如果他提中告诉你说 我们这个 因为呢 就是无法获得长期的债务资金 被迫采用短期债务不断续约 就是表面上是短 但是不断的在续约 实质是长期 那就不能忽略了 对吧 这是有关这个债务成本的估计 在客观题方面要注意的三点 我们可以结合一个例子来看 正要来问你 就是说企业在进行资本预算时 需要对债务成本进行估计 他说这个财务部的小王 提出了一些说法 让你判断一下 这些说法是不是正确 是吧 实际上就是我们如果多想提问你 哪些对哪些错吧 就是这样 第一个他说债务成本 是等于债权人的承诺收益 那我们刚才给大家强调了 因为存在违约的风险 所以债务的真实成本应该是期望收益 而不是承诺收益 然后我们再看第二 当不存在违约风险是债务成本 等于债务的承诺收益 那这是对的 没有违约风险 那当然这时候你的承诺收益 就是期望收益了 再看第三 说估计债务成本时 应该使用现有债务的 加权平均资本 债务成本 那么我们这个 错在现有俩这 应该是预计的 是吧 而不是现有的 所以这个也不对了 第四个说计算 加权平均债务成本时 通常不需要考虑短期 那这个是对的 通常不需要 他并没有说是绝对 所以通常不考虑 这是对的 然后再看第五 说如果公司资本结构不变 债务资本成本 是现有债务的历史 那这个不对的 是吧 你资本结构不变 你基因风险还可能变呢 是吧 所以我们是应该要用未来的 而不是历史 再看第六 说即使公司通过不断续约 短债长用 债务资本成本 也只是长期债务成本 我们刚才已经讨论 如果存在这种短债长用 不断续约的 那要考虑的 它是实质性的长期债务 不能说就不考虑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不对了 再看底七 说如果公司发行垃圾债券 债务资本 应该是考虑 违约可能后的期望成本 就是对于债务资本 就是说客观题 需要注意 其实这几个都是 我们以前的考题 它只不过是不同年度 它有一些不同的选项 的一些表述 是吧 就是首先要 从这个客观题方面 注意债务成本的这个概念 那现在我们来看 对于债务资本 他们的估算方法 那么估计的方法呢 我们就要才谈了 有四种方法 首先我们看第一个 到期收益率法 那到期收益率法呢 实际上我们在前面 已经介绍了 我们在第一篇基础部分 已经介绍了 到期收益率就是 折限率 找到使得未来的 现金流量的限值 等于它当前的那个 市价的那个 折限率 所以就是一个 求折限率的这个过程 然后要注意什么呢 就是如果我们遇到了 就是年内计息多次的情况下 你一定要记住呢 调整为年有效的 而且由于利息是 税前劣之 可以抵税 我们将来要计算 加权成本的 对吧 因为企业它不是单一的 筹资方式 可能既有债务 也有股权 股权的这个 股利啊 都是税后利润之股 而债务的这个利息是税前 所以为了要考虑口径一致 我们所有的资本成本 最终都要算税后的 是吧 你要算税后的 这个资本成本的话呢 那我们对于债务的成本呢 我们一般来说是分两步走 先计算税前的 然后呢 再把这个税前的成本 乘上一点数多的税率 得到税后的成本 那么 我们这个税前的债务成本 也要考虑口径一致 因为不同的债务契约 他可能对利息的付息方式 约定会不一样 有的可能约定 每半年付啊 有的每月付 或者每季度付等等 那你不管他怎么样来约定 最终你要调整为 年有效的 这个资本成本 那么我们看 具体来说啊 既然我们要考虑 这个到期收益率 要算折限率 如果遇到他是 平价发行 每年付息 而且没有手续费 我们在前面 已经谈到过结论 如果是平价发行的债券 他的到期收益率 和他付息利率是一致的 对吧 而且他又是每年付息的 所以他这时候呢 债务的税前 就是用票面利率了 但如果遇到每年 就平价发行 但是每年付息多次 只要是平价发行 每期的折限率 是等于每期票面利率 对不对 但是我们要想得到年有效的 所以你就必须要把这个 票面利率 因为他是每年付息多次 这个报价的利率 他调整为年有效的 所以就要利用换算公式 调整为年有效的 这个成本 当然了 如果遇到 比如说 我们这个是 折价呀 或者溢价 或者说是有手续费 可能我们就要先 通过逐步测试 去求到每期的 折限率 然后呢 再调整为年有效的 这首先先算税前成本 然后税后成本 就是把税前的成本 乘以一减 税率就可以了 我们看一道例题 他说告诉我们公司的 这个债务面值1000 票面利率12% 他告诉我是每半年 复息一次的 而且是不可赎回的债券 这些债券还有五年期 当前的市价是1051.19 假设呢 我们这个采用私募方式 不考虑发行成本 所额税率25% 让你求债券的税后成本 我们计算债务成本 一定都记住 我们是要分两步走 先算税前的 像我们有些同学 可能是先考职称 再考住快 那么职称和住快的做法不太一样 职称它是一种比较简便的方法 就是一步走 就直接考虑利息抵税 本金不抵税 然后用税后流量 但那个方法 其实是有一点点问题的 就是它是比较粗略的一个方法 它没有考虑到 如果折溢价发行 折溢价摊销也能抵税的 是不是 所以我们做快这种方法 相对来说是比较合理的 就先求出实际的这个税前的成本 是吧 那我们先求税前的 那税前成本的确定呢 因为这个大家看这条题 它是一个溢价的债券 那么溢价债券的话呢 我可以肯定呢 就它的票面率率高 然后折线率低 而且它是每半年复息 那我们就要把年数调为期数 年利率调为期利率 它的票面利率12% 那半年利率就是6% 然后5年 那就是10个半年 所以我们的每半年的利息呢 那就是60 乘上10年的年金限制系数 对吧 到期本金1000 乘上10年的复利限制系数 令它等于1051.19 对吧 因为我要找到 使得未来的流污限值 等于当前的这个市价 因为是溢价的债券 所以我们的票面率率高 所以折线率低 所以怎么办呢 往低侧 要比票面率往低侧 所以我就首先 先设利率是5% 算一下未来的流污限值 是1077.20 然后一看 这107.20 比1051.19大了 你就只有一顺了 如果比它高 那你就往高侧 如果比它低 就往低侧 那我们看比它高 怎么办 往高侧 那设6% 其实是6% 你都可以不用算 因为 如果你的折线率6% 票面的半年率 也是5% 一定是平价 这里面有一点点 小数尾差 其实我们就不用算 就是1000就完了 然后你就可以利用 内差法得到 你的半年的这个 折线率 那我们要调成年有效的 所以按照这个换送公式 1加上每期利率平方 减1得到有效利率 然后再把这个税前成本 乘上1减所得的税率 得到税后的资本成本 那我们再来复习 第二个方法 可比公司法 其实可比公司法 也是到期收益率法 只不过呢 就是我们这个公司自身 它没有上市债券 它去找一个拥有 可交易债券的可比公司 就是利用那个可比公司的 它的债券的到期收益率 作为我们本公司的债务成本 所以这块呢 关键不是计算 而是要注意如何找可比公司 这个可比公司 首先它 是有这个可交易债券的 可比公司 对吧 另外呢 应该和我们的目标公司 处于同一行业 就有类似的商业模式 最好它的资本结构啦 它的这个整个资产的规模 是吧 还有财务状况都比较类似 这样才是可比的 我们看到多选题 它就问你选择可比公司 要具有的特征 我说与假公司商业模式 类似是对的 同行业 这当然是要考虑的 另外别忘了 要有可上市交易的长期债券 然后第一说是与假公司 在同一个生命周期之端 那这个不是的 因为你算的是一个 很长一段时间 对不对 所以我们实际上只是要求它 这个商业模式类似同行业 对吧 另外的这家公司是有可交易的债券就可以 那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 风险调整法 那么风险调整法呢 它主要是适用于什么呢 就是我们前面两条都不满足了 就是我没有上市的债券 因为如果我自己有上市的债券 我就可以用到期收益率法了 对不对 然后呢 也找不到可比公司 所以也没有办法用可比公司了 那我们就只好用什么呢 就是风险调整法 风险调整法的基本公式啊 同样也是啊 我们对于所有的债务成本的计算 它都是分两步走 先算税前的 再算税后的 那这个税前的债务成本 它是用政府债券的市场回报率 加上企业的信用风险补偿率 这个政府债券的市场回报率呢 我们指的是和企业债券预期的期限相同 对吧 就假设我们要估计某一个目标公司 这个公司准备要发行五年期债券 那它考试了 如果给你一堆的国债 那你就要看一下 未来的这个期限 就从你现在到到期日这段时间的期限 和我这个目标公司债券期限一致的 所以是预计期限 那怎么能够说预计期限一样呢 就是到期日相同嘛 所以就要找到和我目标公司债券的 到期日接近的 那个政府债券的 到期收益率 不能是用票面率 用到期收益率 对吧 然后还要找信用风险补偿率 那么这些信用风险补偿率 在找的时候呢 我们是选择呢 信用级别和本公司相同的 上市公司的这个债券 对吧 就是不用考虑它是不是同行业 不是同行业没关系的 对吧 因为我们主要就是看它的违约风险嘛 是不是啊 就是它有可能违约 因为政府是 我们认为它是没有违约风险 企业有可能会有违约 那就违约风险的大小是取决你的信用级别 信用级别越差 那你就可能 微信补偿就要高一点 是不是啊 所以只需要找信用级别和本公司相同的这个公司就可以了 然后呢 去找这些信用级别和本公司相同那些债券的到期收益率 然后看它这个到期收益率和同期的长期政府债券到期收益率差 是吧 那这个同期也是一样指的是到期日接近 对吧 因为你要考虑从指的是未来的期限啊 不是指的发行期限 指的是未来前要到期日接近 只有到期日接近的 那么我们说这个他们这个就是比如说这个信用级别这类债券的收益率和政府债券的差额 就是由于你的有违约分险 对吧 所以一定要注意找到期日接近的这个长期政府债券到期收益率 然后把这些债券和那个长期政府债券的差额 把这些差额可以作为信用分险补偿 如果是多个这个就是相同信用级别的公司 可能有多个差额那你就去算数平均就是了 我们一块来看一个例子啊 他是告诉我们说这个公司呢准备在2022年年末发行五年期的债券要筹集两个亿的资金 说假公司呢没有上市债券也找不到可比公司 所以评定机构去评定呢假公司的信用级别是2A级的 公司试用的所得税率的是25% 然后目前上市交易的其他公司债券 于呢到期日接近的政府债券的信息就给我们了 那你可以看到他这里面啊故意给了一个3A级的 那这个上市干扰项 因为我们要考虑信用分险补偿一定是同样信用级别的 所以这个是干扰的 我们只看什么呢 信用级别和我们这个假公司类似的 就是2A级的应该是这个 对吧 然后去找到期日接近的 看这个公司债券和政府债券到期日收益率的差 就是用我们这个5.63-4.59都到这个差 他减差也都到第二个差 然后这个第三个差 你把这三个差加起来除以3 就是我们的信用分险补偿 那我们还要考虑什么呢 因为他要你求税前债务成本 我们是用政府债券的市场回报率 再加上信用分险补偿率 那这个政府债券的市场回报率怎么找呢 你看他这里面给了一堆政府债券 那政府债券我们到底用哪个呢 那应该找一个和我这个目标公司的债券 到期日接近的 你看我们是准备在2020年年末发行五年期 所以这个目标公司的这个债券 它的到期日 那到期日的话应该是2027年的 的12月末 对不对 那我们就要去看一下 他给了我这里面 有没有2027年年末到期的 我们看这个是很接近 因为你不可能找到完全一样 就越接近越好 那这个呢 实际上是跟我们这个 目标公司债券到期日接近 所以政府债券的市场回报率 我应该选择5.32% 然后再加上一个 刚才你这个信用分险补偿 对吧 就加起来 除以3的那个数 这就得到我们的税前债务成本 是吧 那我们再接着看第四个 财务比率法 这个财务比率法 当然也是在客观体里面注意一下 它的试用范围 就是说我们前面那些都不符合了 没有 自己没有上市债券 也找不到可比公司 另外也没有信用评计资料 它的基本做法是什么 就是实际上是自己来给 这个目标公司去做信用打分 它就是 根据这个目标公司的关键财务比率 然后呢 去大体上判断 等于说自己要判断公司的信用级别 然后也是利用分险调整法 所以可以说我们 债务成本估计它能有四个方法 但其实呢就是 定量的计算就两个方法 到期收益率法和这个 分险调整法 是吧 只不过呢我们 如果自己没有上市债券 你可以用可比公司的到期收益率 就可比公司法 还有这个财务比率法 如果自己没有信用级别 我们可以用关键比率 给它去判断一下信用级别 然后也是用分险调整法 是吧 那么税前成本乘上一减去税率 就是我们最后的债务资本成本 另外如果考试考的是新发债券 那就说要站在筹资人的角度了 在筹资人角度 它实际上是要考虑 筹集和使用资金的代价 那我们刚才也强调了 如果有筹资费 把它作为筹资额的扣减 是吧 那么还是 因为你想你要发行债券 就会有发行价格 所以这时候有个用的方法 就是到期收益率法了 真正到手的钱是筹资进额 然后你也是找到 使得未来的利息啊 到期本金的这个限值 等于筹资金额的那个责限率 是确定的方法 与到期收益率法是一样的 就是把那个筹资费 作为你的那个 发行价格的那个 一个扣减项就是了 然后也是先算税前 再算税后 是吧 那么下面我们来看 第三个考点 权益资本成本的估计 对于这个权益资本成本 估计的方法呢 有三种方法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 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那么这个公式呢 我们实际上都很熟悉了啊 就是RF加Beta 乘以RM-RF 接下来这块呢 主要是要注意一下 这个关键要素的这个确定 首先看无风险利率RF的确定 对于RF呢 我们强调是选择 长期政府债券的 名义的到期收益率 那么这里面有三个关键词啊 就是一般情况下 首先是要考虑长期的 对吧 另外呢 就是说我们 是要考虑这个 就是名义 就是等于说 不考虑通货膨胀的 这个剔除的问题啊 就是包含通货膨胀的 还有呢 就是不能用票面利率 我们特别强调是 到期收益率 是吧 那么对于这个 长期这一块呢 实际上就要给大家 可以提示一下啊 你看 我们在算资本分的时候 都会 就多个地方 都要用到这个无风险利率 就好比比如说 我们前面债务资本成本 我们用风险调整法 来确定债务资本成本 我们的公式呢 是用政府债券的市场回报率 再加上风险 就是加上信用风险补偿 那么在 讲这个债务成本估计的时候 我们特别强调啊 那个无风险利率 或者那个政府债券的市场回报率 它是和目标公司的 债务到期日接近的 这个政府债券的市场回报率 对吧 但是现在大家看啊 我们是要算 股票的资本成本 股票没有到期日 那你这个期限怎么样 那就应该用长期的 期限越长越好 对吧 很多人认为呢 应该把十年期的政府债券 作为无风险利率代表 但是也有人主张 应该时间更长一点 用更长的 对吧 就是他认为期限要长 因为我的股票 是一个无限期寿命的 而且你做投资决策 什么一般都是长期决策 所以应该用长期政府债券 我们来看一道例题啊 你看他这道题是告诉我们说 这个资本市场的一些相关信息 这实际上是以前一个考题 我们把它其中一块拿过来 他就给了三个国债 三个国债 他的这个到期收益率啊 也有票面利率什么都给了 但是我们知道 一定要用到期收益率 对不对 那到期收益率呢 又有三个 那怎么办呢 那我们这块可不是取平均值 而是要选择什么呀 长期政府债券 期限越长越好 那他这里面一看 期限最长的就是这个了 是不是 如果你要考虑预期期限的话 这个当然还不到十年 对吧 那么我们知道 对长期政府债券 一般来说 我们说他一个是利率相对来说 要稳定一点 对吧 然后呢 还有就是说我们股票嘛 他的期限很长 所以就要找这里面 应该是找4.4%的 所以在考虑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计算股票成本的时候 应该是拿无分险利率4.4% 再加上beta 他告诉beta息数是1.6% 陈上一个整个市场的平均收益率 10.65%对吧 再减去无分险的4.4% 应该这么来考虑 我们这个股票的资本成本的计算 然后呢 我们还强调是什么呢 应该是考虑 就是长期政府债券的这个名义 是吧 就是说什么叫名义 其实这块呢 也要注意一下什么 就是说 如果要是包含了通货膨胀 我们把这些名义的 但如果是剔除了通货膨胀影响 那就是实际的 那么这个实际和名义啊 无论是利率 还有轻轻流 都有这个实际和名义之分 那么我们要注意它的换算公式 由于我们知道名义的利率 它是包含通货膨胀 所以它是符合增长 就你就可以理解为是什么呢 比如说我们的 就前面我们也讲过 这个销售收入的名义增长 因为它一方面价格变动 一方面销量变动 两个都变 那通货膨胀是这样的 通货膨胀影响价格 对吧 然后呢 我们这个 比如说自己的实际努力 会有一个实际的这个增长 所以因此你的这个名义利率 我们就有一个换算公式 一加名义是等于 一加实际乘上一加通胀率 是一个符合增长的 对吧 那么另外对于现金流的换算公式 因为名义流量 它是要包含通货膨胀影响 所以名义流量是等于 实际流乘以一加通胀率的n次方 那就是 我们也给大家理解 就比如说 假设我告诉你 我现在要是买我手里 这个鼠标笔的话 假设现在只需要花200块钱 然后呢 也就是说呢 我们这个 如果没有通货膨胀 假设我们说一年后 再买一个对吧 如果没有通货膨胀 那它应该还是200 但是现在我假设我告诉你啊 我的通货膨胀率是3% 我们这个3%只是年通胀率 对不对 给你的是年通胀率嘛 那如果每年通胀率3% 那你要想明年买到这支笔 那你就得 明年得花多少钱啊 就是200乘以一加通胀率的1次方 那你要两年后 要买这样的笔呢 就是200乘以一加3%的平方 对吧 三年后呢 200乘以3%的三次方 是吧 也就是如果没有通货膨胀 因为都是同样的东西 那就都应该200 但因为存在通货膨胀 所以这个名义流量 就等于你这个实际流量 就比如这个200 要乘上一加通胀率的N次方 因为它每年有通胀是3% 那你离得我的机器越远 那你的通胀 就等于是逐年的上涨 对吧 所以要乘的是一加通胀率的N次方 是这样的 但是我们在做通货膨胀 存在通货膨胀的时候 这个项目举手分析的时候 要注意一致性原则 这一致性原则是名义流量 用名义利率择限 实际流量用实际的择限率去择限 它考试的时候 它如果故意给的你是名义择限率 但是呢 现金流呢 它提示你 它是排除了通货膨胀影响的实际流量 那我们就要考虑一致性原则 一般情况下要看什么 就要看利率了 如果它给的那个名义利率是整数的 百分位是整数的 我们避免用那小点的这个择限率 那我们就调流量 那就把那个现金流 乘上一加通胀率的 这个就是等于说这个N次方 是吧 把这个每年的流量都给它成了一加通胀率的N次方 然后你再去按照名义利率择限就行了 就只要遵循一致性原则就可以了 对吧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他告诉我说这个寿命期是一年 初始投资是6000 但是预计第一年年末 扣除通货膨胀影响后的实际流是7200 然后又告诉我们投资当年的预期通胀率是5% 给的是名义择限率11.3% 他就问你这个方案能不能提高公司的价值 实际上就是让你算进线值呗 实际上就是你未来的流入如果能够超过流出 那我们就会提高价值 但是在择限的时候呢 我们目前是实际流量 但它是名义利率 那怎么办呢 你可以调成一致的 对吧 所以你看我们可以都是用什么方法呢 就是说我们因为它已经给了我们是一个实际流量 那我就把这个名义利率给它换成为实际利率 因为一加名义是等于一加实际乘一加通胀率 所以这样我就可以得到我的实际利率 是吧 那就把这个实际利率给它算出来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实际流量除上一加实际利率 就是考虑一期的复利限值 减去促使投资 这是第一种方法 那第二个方法是什么呢 那就是我都利用名义了 因为你不是已经给了我名义利率了吗 那我就把这个现金流实际流量乘上一加通胀率的n次方 因为我们这套题比较简单只有一年 那就乘以一加通胀率的一次方 得到名义现金流 然后呢 你就按照名义利率择限来算 一样的 对吧 就是你只要遵循一致性原则就可以了 另外在实户中 我们既然说遵循一致性原则就可以了 那我们到底是用名义还是实际 就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用名义的 但是如果存在恶性通货膨胀 还有期限特别长的时候 那我们就需要利用实际的这个利率和实际流量了 那么下面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就是beta系数的估计 对于beta系数的估计呢 也是首先要从客观题方面要注意啊 因为我们估计这个beta系数 我们通常呢是 比如说我们像可以用那个定义公式 也可以用回归直线法 然后按照历史数据 那你这个历史数据取多长时间的 这块要注意个结论 不是说历史时间越长越好 你要看它风险有没有变化 如果呢公司的风险特征没有重大变化 那你就可以采用五年啊 或者更长的一个历史的期的长度 但如果风险特征有变了 就比如说这个公司最近这两年 它有它的经营业务啊什么都有很大的变化 那在这种情况下反而不是说时间长好了 对吧因为你是根据过去要预测未来的分线 我们最近这两年 它能够代表未来的分线的话 那你就要利用这个变化以后的这个数据 作为我们历史期长度 所以注意预测beta系数的时候 这个历史期不是时间越长越好 然后呢还有在考虑这个收益力的这个 计量的时间间隔 也不是说就是间隔越小越好的啊 就是一般不用天啊 那年的话间隔太长了 所以我们通常收益力的计量的时间 间隔用周或者是月的 是吧就是考虑每月的这个收益力 或者每周的收益力 看它的这个波动情况 对吧 不用天啊 因为按天的话 有的时候有些个别日子没有成交 或者是停盘 那样的话 反而你要把按每天的会有偏差的啊 然后呢第三点就要注意 我们在利用历史数据计算出来的beta系数 以它为基准去估计股权成本的时候 实际上是要满足特定的前提的 那么什么前提呢 就必须是金银杠杆财务杠杆 这两个方面都没有变化 就是等金银风险等财务风险 可以这么来说 是吧就是金银风险没变 然后资本结构也没变 那么这种情况下 你可以根据过去的历史数据算的beta 来估算你未来的这个风险 那我们再来看第四个 就是有关市场风险溢价的估计 市场风险溢价呢 我们是把它定义一个什么 就是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 市场的平均收益率 超过无风险收益率的差 你看我们前面讲 对于这个beta系数 在考虑过去的历史数据的时候 就是历史时间不是越长越好 但是在考虑市场风险溢价的时候啊 应该是要长一些要好 越长越好对吧 就是要考虑相当长的一个时间跨度 而且这个时间跨度最好呢 既包括金银繁荣期 也包括衰退期 因为你要考虑平均的嘛 是吧 是一个较长时期内的 市场平均收益率和无风险收益率的一个差 而且如果你在考虑它这个市场平均收益率的时候 我们通常是采用几何平均法 是吧 来考虑它的这个市场平均收益率 我们也是结合一个例子啊 然后来判断一下哪些说法是正确的 这个实际上也是我们把以前的考题里的 所有的和这块有关的一些选项放在这里 要看哪个对哪个错啊 第一个都说估计无风险报复率的时候 通常可以使用上市交易的政府长期占线 它说来个票面利率那就错了 对吧 我们说到期收益率不能是票面利率 然后再看第二 说估计贝塔值的时候 说使用较长年限的数据算的结果 比使用久远数据可靠 不对 因为贝塔系数是用历史的数据的时候 如果风险有变要用变化以后的 不是越长越好 第三 说估计市场风险溢价值 使用较长年限的数据算的结果 比使用久远数据可靠 这个是对的 对吧 你是要考虑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 市场平均风险溢价 既有高峰也有低谷 是不是 然后再看第四 说预测未来资本成本时 如果公司未来的业务将发生重大变化 那么不能用企业历史数据来估计贝塔值 因为业务有变 说明经营风险有变了 我们说必须是经营风险 财务风险都不变才可以用 那你现在有变化 那就不能用 所以这是对的 再看五 说疫情导致过去两年证券市场萧条 估计市场风险溢价是要剔除 我们不是的 市场风险溢价呢 就是说我要考虑较长的时间 它包括市场萧条的时候 也要包含市场繁荣的时候 是一个平均风险溢价 对吧 那么下面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模型 股力增长模型 这个股力增长模型 实际上就是我们前面讲的股票的期望收益率 它就是求这个折现率嘛 所以我们前面已经谈了这个推导了 也就是说你要想求这个折现率 那我们推出来 就是第一除以P0加计 所以股力增长模型计算资本成本 也就是我们前面讲的股票的期望收益率 那么在这个公式的应用的关键在于 怎么去求增长率计 因为这个第一 你可以根据D0乘以加计来考虑 对吧 D0一般是过去的嘛 会有告诉我们已知条件 P0是当前市价也是已知的 主要是这个增长率计 那对于G的确定呢 一个方法就是根据过去的股力 算它的增长率 算它的平均增长率 当然这个增长率你可以是算术平均 也可以是几何平均 那我们这本书比较赞同几何平均 他认为就是说期限比较长的话 用几何平均 他考虑了符合增长 他更符合这个逻辑 是吧 这是我们这本书的一个观点 另外也可以利用什么呢 可持续增长率 就是我们在前面复习的第二章 就是如果满足五个假设前提 一系列的增长 就不仅仅是收入了 包括资产负债权益 还有我们的股力 对不对 股力的增长率 也是按照可持续增长率来增长的 那我们前辈已经讲过 可持续增长率的确定了 如果是用期出权益 本期经历率 乘上留存收益比率 那就是两个相乘 因为你给的是期出权益 那如果考试他给的是期末权益呢 那我们就是用期末权益净率 乘留存率 除以一减去两个相乘 对不对 所以就是利用我们的 可持续增长率的计算公式 就是 我们可以看一道例题 他是告诉我们公司 预计未来基因效率 财务政策不变 而且也不蒸发股票 也不回购股票 这一看就满足了可持续增长了 他又告诉我们 企业当前的美股股利 就是当前的 实际上是D0 对吧 然后呢 美股的净利润也是当前的 是5块钱 美股的净资产上 就是美股所有的权益 对吧 20块钱 美股市价是50 让你求股票资本成本 股票资本成本 按照股利模型的话 应该是用第一 比上P0加G的 那我们的P0知道了 是50啊 第一的话呢 他给了一个当前的股利是3 那我得乘个一加G 所以这里面关键在于 怎么去找这个增长率计 那么他已经提示我是保持可持续增长 可持续增长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利用权益净利率 那么他给都是期末的这个指标 对吧 那就是净利润5 比上我们的所有者权益20 就是权益净利率 乘上利润留存率呢 股利是3 利润是5 所以留下来就是5分之2 对吧 所以权益净利留存率 比上1减去 两个相成 这样就可以得到了 我们的这个可持续增长了 然后你把这个G给他带进去 就可以得到我的股票资本成本 那么还有一种方法 就是可以利用证券分析师的预测 就是证券分析师 他一般会发布 公司各年的增长率的一个预测值 那我们就 把这些 因为他可能发布的是 分年度的 或者分季度的 是多个 我们可以把这个 不稳定的增长率给他平均化 就是考虑一个相当长的时机内的 这个增长率的一个几何平均 或者你可以直接根据那个 不稳定增长率去求则限率 那么这块实际上并不是说 你去掌握计算 而是说这是一种方法 就对于增长率计怎么来确定 我们可以利用过去股利的增长率 也可以用历史增长率 也可以根据证券分析师的这个 就是他的这个预测 是吧 然后我们再接着看第三个方法 就是利用债券收益率 分险调整模型 根据债务的税后成本 然后再加上一个分险溢价率 这个分险溢价率呢 它实际上是一个经验值 是吧 一般来说 一定要注意啊 我们这个分险溢价值的是 自己的 就是我们这个股东 他比债权人 承担更大的风险 是可以说是企业自己的股票 相对于他自己的债券来说的 额外的分险补偿 是吧 当然考试到底是3% 还是5%会给你 是吧 他就上就是说 我们得知道 他这个客观题里面 这个分险溢价 它不是市场分险溢价 而是我们这个企业自身的 股票 相对于他自身的债券来说 那个额外的分险补偿 如果股票分险大的 加5% 分险小的加3% 是吧 我们可以看一道单选题 他就问你 采用债券收益率 分险调整模型 估计普通股的资本分时 分险溢价是什么 因为它是债券收益率的 分险调整模型 那这个呢 应该是我们 目标公司的这个普通股 相对于目标公司 自己对自己的 是不是 应该是目标公司普通股 相对于目标公司 债券的分险溢价 所以应该选择D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 他告诉我们说 这个公司的 债务的税钱利率8% 股权相对债权 分险溢价5% 所得税率25% 让你求股票资本成本 那我们要注意 他应该是用 债务的税后成本 对吧 是吧 因为他这个 债务的税后的资本成本 然后呢 以他为基础 再加上分险溢价率 才是我们 这个股票的资本成本 是吧 所以我们利用这个 债券收益率 分险调整模型的时候 他是用债务的 税后成本 加上 这个分险溢价 同样也是 如果他考试告你说 是新发股票 那么新发股票呢 我们就把它这个 筹资费 作为你的发行价格的 一个扣减项 所以你看我们 如果不考虑筹资费 是第一除以P0加计 那因为考虑筹资费呢 那我们真正到的钱呢 应该是发行价格 它乘上一减筹资费率 它就变成第一除以 P0乘一减F加计了 它实际上是求责限率 对不对 但是我们要把它记住了 第一除以 筹资金额 再加这个增长率 对于流存收益的资本成本 和普通股的资本成本 估计的方法是类似的 只不过就是没有筹资费 也就是说如果按照股利模型 我们对于流存收益的资本成本 它不管它有没有筹资费 对我来说都是第一除以 P0加计对不对 但是呢如果是按照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或者说是按照这个债券收益率 风险调整模型 那我们就是都是一样的公式了 用债务的税后成本 再加上一个RPC 那么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和股票的也是一样 RF加Beta乘以RM加RF 但是就是鼓励模型 按照这个我们这鼓励模型的话 你算这个资本成本的时候 它实际上不用考虑筹资费 是吧 那我们这里面也给大家一个例子 它告诉你 普通股的当前市价 最近一次支付的鼓励 预计的鼓励的永续增长率 他说公司要是发行新的普通股 预计发行费率是2% 但是他的提问问的是留存收益的 所以他给的发行费是干扰项 对吧 我留存收益成本就是用预期鼓励 第一 就把D0乘一加计 除以P0加计就可以了 是不是 因为他问的是留存收益的成本 那我们再来看第四个考点 就是混合筹资的资本成本 对于混合筹资呢 实际上我们在这话 主要是把握优先股和永续债 因为可转债和附带认股权证债券 我们放到第十章再来介绍 那么优先股的资本成本的估计呢 实际上就是求则限率 因为我们认为优先股的股息是恒定的 所以他就是永续年金求则限率 或者你就根据我们普通股的公式 我们是第一除以P0加计 所以优先股的股利恒定计为零 所以他就是股利的收益率 你可以这么来说 就是用他的优先股利比上筹资金额 而且要注意一下什么呢 如果他考试要是告诉你 我们这个优先股 他是一年支付优先股息多次 你也是先求出每期的 然后再调整为年有效的 是吧 永续债的资本成本和优先股的资本成本 都是一样的 都是相当于是把他这个每年的那个股息啊 或者每年的这个利息去比上筹资金额 但是如果遇到一年支息多次 你一定要把他先求每期的那个 就是资本成本 再调为年有效资本成本 而且对于这个永续债和优先股呢 我们就还让他强调了 就是他的利息和股息 可不可以税前劣支呢 要看他考试告诉你的 他如果告诉你说 我们按照金融工具准则 给他分类为这个权益工具 那分类为权益工具的话 别管他是叫债还是叫股 那我们都是税后支付 都是这个不能抵税的 对吧 那你算的那个结果就是他的成本 那他如果告诉你说给他归类为 我们这个就是金融负债 那么他就可以税前劣支 不过考试来说 一般不特指 优先股的股利 我们认为是税后支付 但是永续债的利息 是税前还是税后 要看他题目的提示 是吧 他到底是金融负债 还是权益类工具 然后你去考虑 我们看一道例题啊 他告诉我们说 这个数多税率是25% 要发行这个永续债 根据金融工具准则 他是分类为权益工具 面值100 利息率8% 大家告诉我是 每季度负息一次 发行价格110 每张永续债的筹资费用 是1块钱 让你求永续债的成本 我们先求每期的成本 因为他是每个季度 就要复息一次 所以我先求每季度的成本 那他就是用每季的 这个因为是权益类工具 他本身就是税后支付的 没有抵税支付 所以利息是用面值 乘上利息率 但是我们是每季的利率 就是要把18除以4 就是乘以2%吧 就是这样 每季的利息 比上我的筹资金额 真正到手的钱 110减去我的这个筹资费 这是每季的利率 然后你再给我调为年有效的 对吧 所以就如果遇到了 一年复息多次 不管是优先股 还是勇息债 先求每季的 再求年有效的 那你看我们把这个题 如果改一下 你看我就改成 不是权益工具 是金融负债了 他让你求他的资本成本 那你就要记住什么呢 我们先求每季度的 每期的成本 是吧 然后呢 调整为年有效的 然后你还要给我 成个一减T 是吧 这是有关这个 混合筹资的资本成本 那我们再来看第五个考点 加权平均成本 那么加权成本 就是个别成本 和权重相成相加 那么这个权重 怎么来选择呢 有三种 可以是账面价值 也可以是实际市场价值 也可以是目标 资本结构的这个加权 那么各种权数 有他各自的优缺点 是吧 那么账面价值 他可能数据 容易获得 是吧 但他的缺点呢 就是说 他是一个历史的结构 不一定符合这个 未来的 有的时候可能会歪曲 我们的资本成本 那么实际市场价值呢 他的优点呢 是能够反映当前的 这个证券价值的变化 但他的缺点 因为我们的市场价值 每天都可能在变 是吧 所以这种情况下呢 你这个算贷的成本 就不稳定了 就会经常变动 所以通常呢 我们一般来说 应该是用 目标资本结构价权 而这个目标资本结构 它是选的是一个 平均市场价格 它的主要的这个特点 就是为了避免 你选择某一特定时点 它就是 今天的和明天的 或者是前天 都会不一样 老变 所以我选择一段时期的 平均市场价格 这样可以避免 证券市场价格的 频繁波动 是吧 而且呢 就是可以体现 我们的这个 对未来的一种估计 所以三种权重 在客观题里面 或者说有的时候 它甚至主观题 问你的三个权重 各自的优缺点 我们要 能够把握 是吧 但是在考试的时候 主观题 以什么为权重 题目会给你 相应的提示 是吧 或者你可以按照 数据的可获得性 是吧 就能够判断出来 用什么为权重 从我们的以往考试来看 它一般什么都不说 它给的都是账面价值 那你就用账面价值权重 对吧 所以 要根据要求 来 就是一般来说 我们现在考试 还是比较严谨 它会给出你一个 这个就是权重 按照什么来确定 是吧 如果不给要求的话 我们就用 数据 可以获得的 这个账面价值权重 来考虑了 好 那么有关资本成本 这一张内容呢 就介绍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